Hello 大家好 我是行人家大黑在网坡坡坡说 今天是粉丝反向安利特别好吃的汤圆大小 过年就叫吃汤圆 我当时发完这个动态之后大家就说 对不起我们不吃汤圆我们吃水饺 但其实天南方特别江南地府春节吃汤圆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传统和习俗 应该是到初五左右的时候才开始吃汤圆 其实我们家就是一直吃汤圆 也希望今天这套视频可以帮助大家在选汤圆的时候有个参考 第一个 这个我们之前测过 什么 很好吃 湾仔码头阿华田麦芽可可汤圆 阿华田年名的巧克力馅的 24块9毛钱一袋 我们今天选的都是大家在大超市里面都能够找到的 大过年的像物流又慢也不至于说 你还要在网上等个一个月的快递年都过了 是的 开始过情人节 我们之前测过的时候是用白水煮的 现在有个网上面那个很火的神仙吃法 煮完之后加牛奶 这很奶香十足的汤圆 可以用牛奶泡 也可以用旺仔牛奶都非常香甜 哇 哇 里面是热气炭炭的 这真要真爆姜阿华田 烫的巧克力你知道吗 吃到心灵都很呼呼的 对 这应该叫心灵弩 然后加了奶之后好香甜 它像是一个新年小甜品 好不好吃 巧克力的太好吃了 啥了 然后加牛奶之后就好像再吃满季甜品 对 如果你身体好一点你可以做成冰的 身体是有多好 这个天不建议大家这么吃 把它当冰淇淋嘛 好吃 红吧 下一个 撕面淋添加遮糖的花生汤圆 成分里面用到的是木糖醇 玫瑰西里的宝贝说 那你不选玫瑰味了 你应该叫花生西里 撕面的花生馅我真的爱惨了这个味道 七七逢烤必过也说花生馅YYDS 花生馅我记得它里面应该是有那种花生颗粒的 是吗 是有花生星星的 而且花生过年吃的话应该还蛮吉祥的 好试花生 应该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有对象的就多子多福 没对象的就好试花生 你知道特别结婚的时候 那个新娘的吃杯底下要放桂圆花生之类 这都是多子的象征 你让花生一摊有好多子 豆猫花竹叶也要这样吗 对对对 会没硌到吗 我没经验大家可以给我解释一下 15块6毛钱一盒 这个白白的煮出来就是好过年 我来尝一尝 有花生颗粒吗 吃起来不普通 我里面是那个一个一个的花生 就好像在吃那个花生小饼一样的感觉 好香啊很过年 而外面的皮好劲道 不会软啪啪 嗯 好大一颗花生的 是不是啊 有一种在吃花生酥糖的感觉 对很过年 下一个 思念大黄米黑芝麻汤圆 以前我们吃的汤圆比较多的 那是糯米做的 对 然后它是用大黄米入的皮 吃起来会更加更加的香 看它上面涂在这好像蛋黄 里面是非常浓香的黑芝麻的馅料 陈希西威的宝贝说大黄米汤圆 外面是黄色的大黄米皮 里面咬开是黑色的芝麻馅 它比普通汤圆更加清新一点 吃起来有淡淡的米香 真的很好吃 然后阿尔菲亚Flash的宝贝推荐说 大黄米的榴莲馅也很好吃 我们没买到 大家感兴趣的话 如果好吃大家可以尝一尝 这一盒是14块9毛钱 哇好大一颗 这是我今天非常期待的 哇好劲道的皮哦 Q弹麻薯的感觉 而且里面那个黑芝麻不怎么甜 味味的甜新年的甜味 也是慢慢慢慢的淌出来 就看你喜欢吃花生还是喜欢吃芝麻 花生就选上一个 喜欢吃芝麻就选这一个 吃到别提前过了年 当然过年吃这么多碳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那有什么问题 有福 除了不消化 而且里面的芝麻真打得好细腻哦 我觉得大黄米它有个好处是 我小时候最讨厌就是煮芝麻汤圆 一煮就烂 它这个酒煮不烂 而且它大黄米是那种比较Q弹软弄的 很劲道 它那个皮屁是很劲道的 对新手煮汤圆很友好 大家可以试一下 当然还有一个黑芝麻跟他打PK 我就闻大名 宁波钢鸭狗汤圆 也是黑芝麻馅的 什么是钢鸭狗啊 是一位老板的小名叫做姜阿狗 然后呢在宁波那边方言叫做钢阿狗 我听它已经种草了很多年了 但我们这边超市一直没有的卖 然后这次看到我立马下单 它也是黑芝麻馅料的 据说是非常非常地道的 宁波风味 而且它还是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哦 中华老字哈 多少钱 30块一亿 这么贵 16颗 它的那个logo也很妙的 这是一个钢一只狗一只鸭的 这是他们店里的招牌 他们店的招牌就长这样 所以它是在本地是有本地店铺的 这个的汤圆和刚刚的大黄米香饼呢 它就是比较传统一些的汤圆皮 对 会比较的糯糯一些 看起来也比较的柔软一些 哇 让它芝麻馅更香 非常香 就好像是那个芝麻酥达 哈哈哈哈 好浓啊 嗯 好吃 你尝一口 更香浓更甜一点 就像那种脑筋末吧 对 这两款都非常好吃 给大家如果做一个推荐的话 你喜欢吃皮 韧韧的有弹性的话 可以选大黄米 如果你是否比较喜欢吃软一点点的汤圆 以及想要芝麻香更香浓一点的话 可以选钢牙狗 下一个 真的我觉得是我这辈子打死不会吃的 要不是因为你们推荐我是死裂不会买的 什么 思念的浪漫草莓水果汤圆 看过我们视频看久就知道我有多恨水果馅的汤圆和月饼 而且你要想你要不要煮熟 你要不要草莓煮熟 但是不止一个人推荐 好多人推荐 来一颗草莓糖 哇他这个人是真的爱草莓啊 思念的水果汤圆 尤其是草莓馅尊的很好吃 这一袋是22块6毛2 我们来试一下 当然我对草莓馅汤圆还是保持一个尊重的 可能只是我个人不习惯 有点不习惯 对对对对 尤其是热汤圆 热的草莓汤圆 就想想我们俩要煮草莓吃了 我们来尝一尝 草莓的上面会有一些些纹路 还挺好看的 但我抱有一丝害怕 别害怕 别害怕 你的害怕不无道理 里面怎么样 这是酸的草莓 我都喜欢草莓的宝贝非常非常尊重 但就是我个人不是很习惯 它里面是那种草莓的那种酱汁 然后加肉之后就有点发酸 可以吃到草莓酱的品质还可以 这很像是包了一口的秋饼草莓酱 来高情商怎么递回来了 像蛋糕馅 对就是如果你不习惯吃草莓月饼的话 那应该也不会喜欢这一款 这款米草莓月饼要更具挑战性 因为它是主播 黄巴最后一个也是感觉上有一点点黑暗 但在南方朋友这边其实吃的非常多 龙凤的鲜美肉汤圆 我还真没吃过 其实要更偏南一点 比如说广东那边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多少钱一盒 8块6 肉汤圆只要8块6 里面就是猪腿肉的汤圆 然后你就想到它好像是那种小生煎包 然后把皮换成了汤圆皮 我们来尝一下 鲜肉汤感觉比较硬挺 对 它是圆的 它不是扁的 怎么样 这一定会打架 我非常爱吃 它是芹菜肉馅的 好好吃 又好入味 你饺子还好吃 那它不止有鲜肉比较打架 而且又青菜味的汤圆 对于我来说确实难以想象 会打架 但是它做的好的是 它的皮是不甜的 它不是甜肉 它就是咸肉 非常入味 这温饨啊 对 我觉得你搞一个生泥汤圆吧 它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 搞不好是可以的 我觉得会打架 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大家互相尊重好吧 大过年的和气身材 哈 今天的粉丝返向安利的汤圆大厢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自己心动的是哪一个呢 新年吃汤圆 过年团团圆圆 各位祝大家过年的时候也要和家人一起团圆哦 大家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过年吃一吃就可以了 汤圆比一年吃的也不多 选一个自己喜欢心动的 好吗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爱你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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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